专访留学第一年被来福枪支柱! 海翔靠城时完成美国梦! 专访留学第一年被来福枪支柱! 海翔靠城时完成美国梦! 日期,2018年4月5日! 作者,Now News! 分类,名人娱乐! 浏览数,171! 留学第一年被来福枪支柱! 海翔靠城时完成美国梦! 图记者陈明安社! 2018年3月21日! 海翔2005年加入星岛新闻集团! 曾在旧金山湾区主持当红谈话性节目今夜有话要说四年! 在湾区民众心目中,海翔如同曾国城之于台湾综艺的天王地位,他访过的大咖不计其数,包含台湾四大名岛李安、侯小贤、魏德胜及九把刀等知名媒体人李鲸宇赞他,海翔的壮阔与细腻,带助观众走进访者的精力与智慧! 但询问他在今夜的第一年主持回忆,他却坦然,我是演出来的! 海翔透露,节目第一年,我是演出来的,我把自己当演员,我坐上去主持台,大家会觉得很专业,其实都是演出来的! 身旁比较资深的同事,他们常处理政论节目,相同问题我问得很像小朋友,他们却很专业,我得把这份专业演出来! 他分享自己的主持窍门,我第一年会跟来宾直接讲,这个议题我不懂,你教我怎么问你? 你知道吗?有时候主持人不懂装懂,观众看得出来,来宾也看得出来,主持人装懂会被大家看不起,可能很快就被打枪! 这是我的原则,我觉得不懂就真的问人家! 海翔分享自己的主持窍门! 图记者陈明安社 2018年3月21日 因为主持今夜有话要说,海翔得熟悉许多议题,包含娱乐、生活、政治、财经与国际等领域,有时候受访的来宾正在新闻风头上,可能因为小三、离婚等辛辣话题,他一直秉持诚实原则,对于来宾也是如此,基本上碰到辛辣问题,或那个人正在话题上,我会告诉他, 这个问题我一定会问,因为大家现在都关注你的绯闻,如果不问的话,变成我这个主持人没有专业度,但如何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立信任,是一门功课,他表示,我觉得事前沟通很重要,因为要让你的来宾心安,而且既然答应,你就真的要做到不会出卖他,有了一次出卖之后,第二次就不会有信任感, 我会跟来宾建立信任感,我之前也问过小三、离婚之类的话题人物,我都跟他们说,知道这是两次伤害,你回答到什么程度,我不在乎。 这个题目我会问,但我不会追杀你,我把空间留给观众朋友。 海翔在今夜有话要说现出主持处女秀,当初很多人不看好,没想到却成为当地最知名的节目之一,2012年因为公司的政策,加上太多人眼红这个位置,节目被迫收掉, 他在停播前三周接到电视台通知,但被要求保密,怕接到民众抗议电话,我在6月1日被通知三个礼拜后节目结束,有点煎熬,因为不能跟观众说,对我来说是种欺骗,最后只能在结束前一个礼拜宣布有特别节目,当时虽然有些声音出来, 但对电视台来说相对轻松,他们只要处理这几天。 海翔曾在台湾媒体圈待过一阵子,当时觉得压力超大。 图记者陈明安社,2018年3月21日,但他出乎意料的直言,主持四年了,即使他们不喊停,我半年后都会喊停,我觉得他是我直牙生活一个代表作, 转折点,也是功力大增的一段时期,第一次训练是在台湾,第二次是在这个节目,我比同期的媒体人更加幸运。 他曾经在台湾的媒体圈待过一阵子,当时觉得压力超大,所以逃到美国念书,我每天都睡不饱,觉得制作人很凶,常会做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事, 但是,比方说凌晨12点要你撤通告,凌晨2点要你把通告敲回来,早上8,9点就录影了。 但当时在传播圈基层跑一轮的他,却从执行制作,宣传,经纪人到起边都有经验,因此在面对主持人这个挑战时,虽然过程碰撞,但始终坚持挑战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留学生活,海祥领悟很深,毕竟很少人有被警察用来扶枪止住的经验,一开始去到那边,不懂美国文化,那时候还在念语言学校,和一群外国同学开车到拉斯维加斯。 误认美国与德国相同,高速公路最左边的车道无速线,在距离目的第二三小时车程时,他坐上驾驶座油门踩到底,却发现后照竟有警车在追逐。 我一下车,警察非常生气,他拿长的来福枪止住我说,我追了你二人里,你都不停车,直升机都已经在上面盘旋了。 因为车上音乐开得很大声,我完全没听到。